很难想象这间装潢别致到处都有设计感的一改店 原来是这样子 挤得满满的衣服令人眼花缭乱 标签直贴衣服无法看到完整样貌 地面墙壁也因为老旧有色差 经过台北市店家改造计划 成为复古摩登的时尚潮流店 走到这里的时候我会发现 不知道是哪一间店 网路上看起来很厉害的地方 但是其实店面看起来就普普通通这样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次再造机会 把整个店面改造 让大家一来就知道 你到网路上都会看到我写的名字 So Beautiful这个英文名字 不论你在影片或者是文章 你都会看到这个字 就是这一间店 他们就很容易知道是来这一间店 而不会说到这边还到处去问人 这样即使就把线上线下 就一起整合起来 美风由黄伟明的爸妈一手经营 精湛的裁缝手艺 带领着店经过了20多年岁月 在儿子黄伟明加入后 更转型数位提供线上接单 全台湾都有他们的顾客 我因为以前都在数位内容产业 然后很擅长做网路 所以我想说也许这产业还没有做的东西 就网路还没有做我来试试看 结果我就把网路这一块做起来了 然后网路做起来之后 觉得到处都会有客人来 从台北市啊 从新北甚至桃园 然后来找我们修改 然后我们也发现说 原来大家从外面来修改 都还从蛮远的地方来修改 所以我们就想说 也许我们做更远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把云端都做起来 所以我们就做到全台湾都很简单 像连澎湖啊 像我们最近也有台东的啊 那个 然后我们就寄送的时候 发现他的那个7000就在部落附近啊 这样子 都有这样的各地来的客人 然后各地的客人都可以透过网路上来认识我们 然后就把这一间的网路做了转型 以师傅籍专业 一改定制为定位 搭配匠心不老 依旧很潮 习物念情 和声有形slogan 传递品牌价值 顾客来店里拿衣服 还可以在新装潢的店内拍照打卡 衣美店美 人也显得更美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